運獎少說五元 被女神拿高跟鞋卡爆頭 看起來那麼嬌小年輕人兩個小女生 那種脫蠟起來那種狠近 因為想像不到啦 女神愛比林余軒很兇耶 欸 是真的兇 這次因為打運獎被起訴啦 他年初跟理性友人搭計程車回家 小姐到囉 車資115元 200塊給你找 沒有零錢15元嗎 先給你10塊 5塊不用了啦 你們趕快回家休息 你媽你什麼意思 他認為被喬不起不爽開打 運獎逃出車外 他還脫下高跟鞋 把司機打得頭破血流 並火速找來兩個男的來助陣 喔 脾氣真的很壞耶 他兩年前就曾因為不滿 一起唱歌的私信男子亂點酒 害他多付了800元 向男友抱怨 男友竟找人來把私男圍毆致死 這次 運獎 呃 還好很快警察就來啦 運獎緊急送醫後 頭部縫了八針 提告女神艾比跟他的朋友 結果 艾比竟反告運獎扭傷他的手 檢察官調查後 認為全案只有艾比打人 所以最後只有他被起訴 東新聞綜合報導 到達